大家好,我是余菲,又來到快評的時間 今集快評講的這集烏克蘭新聞 大家可能已經聽過或者看過標題,因為與中國有關 11月7日,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將包括馬達西奇在內的5家企業強制國有化 並且移交國防部去管理 這個聲明發布後就立即完成股票交易 強制轉為烏克蘭國家擁有 烏克蘭政府這個行為與中國有關 是因為將馬達西奇收歸烏克蘭所有 就等於沒收了中國、北京天驕航空產業投資有限公司的資產 以後簡稱為北京天驕 北京天驕在11月9日發聲明 重申在馬達西奇公司的權益 認為北京天驕是股權持有人 而且是大股東 他們的法定權益應該受到法律保護 我會付聲明內容的連結給大家 以後簡介中國投資者北京天驕 和烏克蘭馬達西奇公司的關係 馬達西奇是世界知名的 摩打、航空發動器製造商 在蘇聯時期 曾有蘇聯航空工業心臟之稱的美譽 但發展到烏克蘭第二次顏色革命前後 即2014年 因為失去俄羅斯訂戶 令公司處於虧損和破產邊緣 如果破產 大量專業工程師和高級技工就會失業 於是公司尋求對外合作 甚至找海外買家買盤 從2014年至2015年間 經過一段時間的磋商 北京天驕以合法投資方式 持有馬達西奇公司的多數股權 而且計劃投資200億 建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例如在中國市場蓋航空發動機產業基地 在2016年 北京天驕和馬達西奇總裁 博古斯拉耶夫簽了轉讓協議 北京天驕投入2.5億美元的低息貸款 從而持有56%股權 不過 沃蘭澤連斯基政權開始介入馬達西奇的經營 但那種介入還未完全影響運作 去到2018至2021年間 馬達西奇還接了不少中國訂單 馬達西奇的總裁博古斯拉耶夫說 因為中方的投資和源源不絕的訂單 令一萬員工不需要被解僱 不過去到2019年 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 訪問沃克蘭 直接過問中資入股馬達西奇這件事 而從此 沃蘭政府對馬達西奇的介入就更重手 主要是否決總裁博古斯拉耶夫的股權轉讓 經過兩年談判 2019年 北京天驕和沃蘭政府正式簽出了一系列的合作協議 集中解決航空發動機領域的糾纏 而可以簽成協議 即是在談判的時候 2017至2019年 沃蘭政府很清楚和完全認同 北京天驕對馬達西奇公司的所有權是合法的 否則也不用談了兩年 但是發展到2020年 沃蘭政府不斷製造時端 甚至污衊打擊北京天驕 最後甚至用到經濟制裁的手段 打算用國有化的方式 變相收回 也掠奪了中方合法擁有的股份資產 於是2021年 即是俄烏蘭開戰前一年 北京天驕用法律方式 維護本身合法的權益 他們告上海牙國際仲裁法院 尋求國際投資仲裁 而且向烏克蘭政府撒償45億美元 而當時2021年 烏克蘭政府也確認是應數 同一年的年底 2021年11月 中方向仲裁庭正式提交了訴訟材料 到今年2月底 我們知道俄烏開戰 烏克蘭政府就向海牙仲裁提出要暫緩審理 注意是暫緩不是取消 是仲裁程序延後 即日後會重啟 所以今次突然不理那場訴訟 自行宣布將馬達西奇國有化 是等於非法沒收了中國投資者的資產 上面就是這件事的大概情況 對於這件事我有兩點分析 第一點 想沒收中國資產 澤連斯基在10月份已經做了復筆 10月25日 澤連斯基政權 罕然用叛國罪起訴馬達西奇總裁 博古斯拉耶夫 當日這件是重要的國際新聞 罪名是確認他與俄羅斯合作 而諷刺的是 博古斯拉耶夫是開戰後沒有出走的商人 現在回頭來看 博古斯拉耶夫在10月下旬被整 是為11月國有化做復筆 澤連斯基政權用更大的罪狀 就是叛國罪來蓋過海牙的仲裁 而有趣的是10月做定復筆 在美國中期選舉前正式出手 做一些針對中國的事 究竟在時間點上 與美國的中期選舉這麼吻合 是刻意還是偶然呢? 第二點想說 澤連斯基政權沒收中國資產的後續動作 可能在這次中期選舉後會更大 即是會更不留守 將矛頭指向中國 一直以來 中國就俄烏這場戰事來說 既沒有承認公投入俄的四周 也一向主張用談判解決問題 中國繼續與俄羅斯有經濟和軍事上的合作 但是就避免直接介入俄烏戰爭 中國對雙方都沒有達成任何武器交易 不過顯然澤連斯基政權背後的美國不收貨 於是才會有沒收中國資產這個動作 值得注意的是 當前拜登總統的中期選舉 輸小當贏 會不會透過馬達西奇 沒收中國資產這類動作 只是個開始 輸得不難看的拜登政府 會不會在歐洲放血後 轉而更積極地 借這場代理人戰爭去打擊中國 後續發展值得關注 聽我的朋友 在烏克蘭土地上挑戰一場戰爭 對美國政府來說的確是好使好用 也明白為何美國前陸軍副參謀長基恩說 只是花了660億美元 真是很划算 好了 今集快評先講到這裡 歡迎你們訂閱、點讚和轉傳 我是如飛 時事觀察見 拜拜